我們說上課 我們不說 有人講說有記者問我們說我們是不是罷課 我們說我們怎麼會是罷課呢 我們上課 而且我們學分的份量會比 在學校裡面的課堂上的份量來的重 對不對 而且還有飄雨在這邊 然後地上也是濕的 所以我簡單的大概把今天的我們已經預定牌的課 介紹一下 那我們第一位的老師 陳明琦老師 清大社會所老師他已經在場了 待會他會給我們上 事實上是今天我們預定牌的課程的課 所以他是要講兩岸經貿如何影響民主 那接下來10點半左右是打破運動象牙塔 是由清大社會系的梁秋紅老師 11點呢 胡茂對言論自由的影響 事實上是台大新聞所的張景華老師 我不期待各位都記得 我只是把這個 這個名字給 丟出來 那你就知道你今天大家就不會離開這裡了 到半夜都有 另外是12點半 是台大社會系的煥雨老師 公民社會有什麼用 接下來是下午1點 抵抗權 跟審議民主 台大社會系的林國民老師 他們幾乎沒有排你們 要吃飯的時間 從12點半排到1點 2點呢 文化認同跟民主的矛盾 清大中文系的助評次老師 3點 胡茂背後的新自由主義迷思 中南大學社會系的邱花妹老師 4點 是民主與抵抗 東吳政治系的陳俊宏老師 他是人權的專家 8點 胡茂對言論自由的影響 台大新聞系的洪真林老師 9點 是胡茂與土地正義 台北大學的 城鄉環境學系的廖本泉老師 10點呢 是中國黨國資本主義 與 胡茂是兩岸的專家 是中央研究院的 徐思潔老師 這是晚上10點 11點呢 是胡茂與 認同政治 教大人文社會系的徐偉德老師 目前是排到11點 但是我們有很多 有很熱心的老師 他會給各位加課 臨時來的加課 甚至有很多臨時來的加的學生 這是大概是今天的 明天我們正在做 最後的牌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在 網路上 大家可以在 台灣首富民主平台的網站上 可以看到陸續的資料 好我就把時間 交給陳明琦老師 大家歡迎一下陳老師 謝謝 天氣變冷喔 請同學要 或者是在場的民眾 要稍微注意一下 明天時間趕快 把這個 雨衣給 穿上 作為一個 社會學者 我們往往有兩種身份 我們知道說 其實台灣的社會學者 很忙 很多時候 除了在課堂講課之外 還要到 街頭上面 來實踐 我們交給學生的東西 那麼 通常的時候 到街頭上面 我是穿著T恤 穿著牛仔褲 那麼 到講堂上面的時候 從我教學的第一天 就已經被我們的 比我 早的前輩告訴我們說 上課要穿正式一點 那麼所以 來上課之前 我在想說我應該要怎麼樣來穿 所以我 混搭一下 下半身 方便來起坐 那麼上半身 來尊重 我們還是一個 上課的一個 場合 所以我稍微 稍微穿正式一點點 那麼 也希望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行動 能夠持續 能夠不受到 壓迫體制 警察等等的干擾 讓我不需要用到 我們街頭的那一個部分 能夠保持 我的襯衫的完整 因為下個禮拜還要教書 那麼 各位同學 各位市民朋友 很感謝你們 來參加 這樣的一個 活動 這樣的一個 不能說是活動 是一個 運動 那麼 在街頭上面 實踐民主 那麼 那麼他的意義是什麼 那麼對於 這樣的一個 大家都 撐送的 一個自由貿易 我們要站在什麼立場 來檢討 反省 跟思考呢 這是我 今天要講的一個 小的一個專題 在場有我的 學生 其實我就是把下禮拜要講的東西先把它用稍微精簡的版本 在這個地方講 要到上面去喔 因為要直播 我叫老師都要跟你們 距離的情緒好 那個 可以坐著 可以坐在邊緣 因為我比較習慣喔 這樣比較跟 大家比較接近一點喔 這個是濕的 抱歉 我還是站著好了 好濕 好 那麼 這是一個 很漫長的道路喔 那麼 其實我們這一輩的學者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 我們 在運動中成長 事實上我個人也是在運動中 慢慢的 能夠體會到 我需要 有更多的學術的訓練 喔 但是只是沒有想到 從我們大學校園 那個時候積極的參與 到了今天 我們還要在這個地方 我們還要在這個地方來守護民主啊 我1988年 離開校園 畢業 那麼那個時候 在學校裡面 我在常常跟我的同學 開玩笑說 其實我花在街上的時間 比我花在教室裡面的時間還要多 我這一個 漫長的路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走的喔 那麼 我們過去 這 四分之一個世紀 其實也是一個 台灣 跟中國 經貿往來更加 密切的 時候 那麼我在清國大學 那麼教書 我教的課程之一 是有關於 經濟與社會的一個關係 那麼 我想 用這樣的一個觀點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麼討論一下 那麼 這樣的一個經貿往來的過程 對於台灣社會 這樣子 好不容易 那麼歷經了 半個世紀之久的一個威權政體 沒關係 好謝謝 那麼 歷經了 這個半個世紀的這個威權統治 好不容易才會民主化 那麼為什麼 我們還要在街上面 來爭取民主 又過了25年 又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我過去這四分之一個世紀裡面 兩岸的經貿往來 給台灣社會 帶來什麼樣的一個衝擊 在這樣一個脈絡裡面 我們要來看 為什麼 在街頭上面 還要 大家還是要走到街頭上面 來實踐民主呢 好 我是一個教社會學的 所以 基本上面我才會 要我的學生 思考一個問題 當人家來說 效率的時候 你就要來想 你就要來追問 是誰的效率 當人家在說 這樣子或那樣子的一個 貿易的措施 經濟的一種 市場的一種方式 會帶來更多的生產力的提高的時候 你要問的是說 是誰提高了 是提高了誰的 生產力 是讓誰獲利 這樣子的一種 分配性的一個效果 是我們討論跟研究的一個 在經濟社會學裡面 所以很重要的一個核心 那麼我們都知道 啊 那麼 這個過去的 四分之一個世紀的 兩岸的 台灣跟中國的經貿往來 同時 也是一個 創造 贏家 跟魯蛇的一個 過程 是啊 那麼 就是說如果我們拿 西方的 學界的說法 就是說 那個百分之一 跟百分之九十九的 一個對抗的過程 是不是 那麼 我們 都是在這個下面 受到 利益受到傷害 生計受到影響 各種我們所珍視的社會價值 受到挑戰的一個過程 那麼 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核心 就在於 那個過程裡面 有的人得利了 而有的人 在這個裡面 他的利益受到傷害了 那麼得益的是誰呢 得益的 往往是那一些 本來 就存在這個社會裡面的 既得利益的 他最能夠 在這個過程裡面 很快的 利用 創造出來的各樣的一個機會 來擴大他的財富 來加大 他 跟我們 這百分之九十九人之間的一個差距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他當然 不能夠讓 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能夠 用民主的社會裡面的一個原則 能夠 來保護他的利益 能夠透過一個 政治的一個過程 不管是 主要是透過議會的一個政治 來表達他的利益 所以我們看到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在說 這一個 整個的 政治 被 財團給把持 被財團給 瑕疵了 就是這樣的一個原因 因為在那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創造出了少數的贏家 跟多數的輸家 而 這樣的一個過程 很重要的是說 如果要能夠繼續下去 要靠的是 把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把它給排輸到 整個的 過程裡面 民主的 政治的過程裡面 才有辦法 來繼續進行下去 那麼這也是 我們去年 參加了一連串的一個活動 同學 朋友 可能跟我一樣 在去年參加了無數季的 這個街頭的運動 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什麼 為的就是那些少數的既得利益 少數的財團 他們搶奪了人民的土地 他們把工廠給關掉 稀欠工資 他們跑掉了 他們跑到別的地方 創造他們的財富 各位 這就是一個 所謂的自由的市場 這就是所謂的自由貿易 這是少數人 是百分之一人的自由 是百分之九十九人的不自由 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沒辦法享受民主 沒辦法享受民主 這一個過程 就 一定是一個 不民主的過程 一定是不能夠讓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能夠 發生 能夠宣稱他自己的利益 我常常在說 那麼 整個 這樣的一個 台灣跟中國的一個貿易 經貿往來的過程 是一個 毀家 毀國的一個過程 是讓人民 失去生計 讓人民 生活無濟 讓他的家庭 無所依靠的一個過程 所以 我開玩笑的說 那些 宣稱要保護家庭 愛護家庭 的那些人 今天 更應該來到這個地方 跟我們坐在一起 是不是 是不是 因為 因為 這整個經濟的過程 是讓人民 失去生活 失去工作的機會 是讓他的薪水 降低 讓他沒辦法 養家糊口 這才是 破壞家庭 最重要的一個力量 我們管 誰 跟誰要相愛 只要他們相愛 他們要組成家庭 我們就應該祝福他們 是不是這樣子 那麼為什麼 這些堅持 家庭價值的人 他今天 不能夠動員 不能夠讓神來感到他們 坐在這個地方 讓我們一起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保衛家庭 來保衛我們的價值 那麼 那麼 在這樣一個過程裡面 那麼 我們躺在一個觀念 社會協議裡面 存在一個觀念 就是說 這樣一個過程 某種從事上 會引發一個 所謂的 社會自我保護的機制 我們認為 社會是一個 有機的連結在一起的 一個實體 是一個 我們的價值 我們的生活 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寄託 那麼受到這樣的一個衝擊 的一個實現 在街頭上面 讓我看到 讓我找到 真正的一個社會 自我保護的一個機制 那麼 一個反民主的一個過程 但是要對抗一個 能夠會讓我們失去工作 會讓我們毀壞家庭的一個過程 他又非得是要靠著一種 民主的一個方式 民主的一個方式來實現 但是 我們不是有 議會的民主嗎 我們不是有 議會的民主嗎 我們還為什麼還需要一個 街頭上面的一個民主呢 那是因為 在這樣子一個 政治經濟的過程裡面 那麼少數的那些得利者 那個百分之一的人 那些能夠名列 富比市 這個全球500大富翁排行榜的那些人 挾持了這個議會 那麼他們也知道 這樣子的一個 各種各樣的一個 貿易的協定的一個簽訂 他一定 就是 讓少數人得益 讓多數人受害的一個過程 所以他必須要 挾持 他必須要把持 必須要掌握 那樣子的一個立法機關 必須要掌握 那樣子的一個行政機關 甚至 他們還需要把他們的手 伸到司法機關裡面 我們空有民主的外殼 但是沒有民主的內容 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要保護自己 這個社會要啟動一個 所謂的社會自我保護的一個機制 那麼我們所能夠依靠的 只有走上街頭 在街頭裡面 去實現 你的眾多的老師 交給你 讓你從小到大裡面灌輸給你的 那個所謂的民主的價值 民主的實踐 在這個地方 實踐出來 才有辦法 去改變 去翻轉 保護自己 它會啟動 自我保護的機制 你只有尊重 民主的機制 讓那些受害者 能夠得到 適當的補償 不管是用 作為福利的方式 不管是用工資提升的一種方式 等等的這樣一個方式 那麼才能夠 讓你所謂的 自由貿易 能夠繼續走下去 那麼對於像我這樣子一個 從來沒有一天 相信過 自由貿易 或者是說 其實對我來說 所謂的自由貿易 是一個 歷史上面 少有的 好的一個 廣告的一個案子 就是 把一個 根本不民主 根本不自由 的一個 經濟的過程 是讓 1%的人得利的一個過程 讓99%的人受害的一個過程 包裝成是一個 自由的 自由的一個 經濟的一個 過程裡面 用這樣的東西來賣給你 事實上 這個過程裡面 是1%的人得到了自由 99%的人失去了自由 是1%的人的政治 他的民主 是99%的人的 不民主 是99%的人 被威權來壓迫 所以對於我 像我這樣的一個 從來沒有相信過 所謂的自由貿易的人 那麼街頭的民主 才是一個 真正的 一個更重要的一個民主 你的學生 沒有問題 那個 老師的同學他 還有一個事情要找你們 謝謝你們也辛苦了 各位 各位 把你們手邊的東西帶走 還有垃圾 街頭運動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垃圾浮落地 所以你們要把你們手邊的垃圾 還有你們看到的到的垃圾 一起都帶走 那個是我的資料 所以你們要一併帶走喔 很好這個真的是在街頭上面 實踐一個課堂的一個東西 我們接下來再講 所以我們對於整個民主的一個想像 必須要擴大 我們不能夠認為 有選舉 有議會 就有民主 有一個 西方的思想家曾經說過 人民只有在 投票的那一刹那 才是主人 在其他沒有投票的時候 都變成了奴役 都變成了奴隸 那麼 今天 街頭的一個民主的一個實踐 其實就是 一個民主的過程 就是把 這個 政治的過程 拿回到我們手上來 讓我們能夠決定 讓我們能夠發生 不需要 那個少數的官員 事實上我今天看 才知道說原來 整個 服貌 開放 或者是不開放 是由18個 包含 約聘雇的人員 所做出來的一個決定 連專家 政治都提不上 連專家 政治都提不上 是他們 很草率的 很隨意的 很籠統的 很模糊的 就做成了 就做成了這樣的一個決定 但是受害 實際上面會受害的是我們 尤其是年輕的人 尤其是馬上要 進到職場 找工作的年輕人 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必須要擴大我們對於整個民主的想像 我們必須要 把民主的想像 要超越 議會 超越選舉 讓我們真正的能夠在街頭上面 透過這樣一個實質的參與 透過這樣的一個有效的參與 把我們的聲音 把我們要什麼 把我們不要什麼 很清楚 很清楚的 能夠表達出來 讓他能夠真正的進到我們的政治的過程 讓我們 壓著他們 讓我們壓著他們 讓我們把我們的 真正的民主的機關 能夠拿回到我們自己的手裡面 讓我們來決定 我們要不要 所謂的 自由的貿易 讓我們來決定 是不是要 有這樣的一個 古貿 以及要多少的 這樣的一個狀態 南台大學 校長 那麼 跟中國的 經貿往來 還有另外一層 除了這個 非常普遍的一個 兩個國家的 政治經濟 經濟 貿易的往來 所造成的一個 反民主的一個 後果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那就是 任何的 學民主理論的人都知道 沒有主權 沒有 確定的一個 疆界 民主 是非常難 實現的 那麼我們知道 中國不是一個 很普通的國家 他是跟我們 有敵對的關係的一個國家 他是想要 否定我們主權的一個國家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跟他更深一層的往來 事實上是一個 自我否定的 過程 是把我自己 做為一個 有主權的 一個社會 能夠 自我決定的 一個社會 給否決掉 給交到別人的手 裡面 好 所以 在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台灣跟中國的經濟貿易的往來 不是一個 一般的過程 千萬不要讓 那個所謂的自由貿易 那樣的一個美麗的 對於自由的那樣的一個包裝 給欺騙了 在這個裡面 透過 自由的貿易 透過那樣的一個服貌 我們是 沒有自由 也不會 有任何的 一服 就會得到 很愉快的感覺的 那樣子的一種東西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更認為 這樣的一個街頭的一個實踐 是非常重要的 這樣一個街頭的民主 是非常重要的 他不僅僅 只是抵抗 那樣的一種 很惡質的 一種經貿 對於人的 一個生活的一個衝擊 他同時 也是對於我們主權 對於台灣的民主的 透過民主方式的一個主權 能夠 更深化 能夠更好的一個實踐的一個過程 所以 這也是這樣的一個原因 我們大家 能夠坐在這個地方 需要坐在這個地方 把那樣的一個東西 能夠掌握在我們的手裡面 各位年輕的 或者年長的朋友 都是一樣 在這個裡面 我們要做國家的主人 這就是民主的一個爭議 真正的一個意義 是在這個地方 他的一個價值在這個地方 所以在這個裡面 我們一方面 做為一個 在教書 在學院教書的人 我們要感謝大家的辛苦 在這個地方 但是我們又感慨 這樣的一個辛苦 我們這樣的一個國家 這樣的一個政府 沒有辦法 他逼使我們人民 要大量的走上街頭 我們要的 是本來就屬於我們的 但是是他們的一個 不民主的一個方式 從我們手中給拿走的 所以這是一個民主的一個實踐 這也是一個 真正的 能夠讓自由 回到 經濟裡面的一個方式 就像所有上課的時候 我同學坐在下面知道 我有一個習慣會 講課過時 我想我還是在這個地方 那麼 就停止講課 也希望這樣的一個東西 能夠跟大家 能夠有一個 繼續討論的一個素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